战斗机上的导弹要怎么发射 当然不是拍下空格那么简单 飞行员只要在座舱底打开保险 按下导弹的发射按钮就好 而飞机要考虑的可就多了 在一系列复杂机构的共同作用下 导弹才能精准的命中目标 而在这些精巧而复杂的电子机械结构中 有一个部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那就是战斗机上的导弹 作为战斗机的武器挂架 作为战斗机武器系统的一部分 导弹必须通过适配的挂架 才能安装到飞机的外部挂点上 看似不起眼的武器挂架 其实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精密和复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斗机挂架的那些谁 在详细介绍导弹的发射方式之前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导弹并不是随便挂的 现代战斗机并不只是用来夺取制空权的 多功能发展才是主流趋势 如果使用汉斯在机翼下面的固定挂架 就会限制战斗机的功能 而使用挂架之后 相当于在战机和导弹之间增加了一个中间件 无论是更新机体 还是往飞机上挂载新开发的导弹 都只要对中间的这个挂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适配 就能够让机体和导弹配合起来 我们以FA-18大洪峰为例 来看看美军飞机上的挂点配置 FA-18ABCD型上一共有9个挂载点位 最左边的是1号 最右边的是9号 这两个挂载点都在一间位置 用于安放AM-9相卫舍导弹 237和8号位置位于左右两个机翼的下方 虽然只有四个位置 但这并不代表着 FA-18只能在机翼下方挂四枚导弹 要想最大化利用FA-18的澎湃动力 就不能直接在这几个挂载点上 安装挂架挂载导弹 而是安装SUU-63A这种扩展挂架 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 记忆下的这个像隔板一样的东西 这种挂架相当于是一个扩展平台 可以在它的上面安装别的挂架 起到增加导弹和炸弹挂载的效果 挂点4和挂点6位于机身两侧 可以安装LAU-116挂架 用来发射AM7和AMU-20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 4号挂点还能挂载前世红外吊舱 用来探测和标记目标 最后一个是5号挂点 位于机身下方的中线上 可以安装一个较小的SUU-62扩展架 可以挂富游箱等 今天9月的时候 有一些照片显示 来自美国海军的VX-9超级大黄蜂 可以装备4枚AM174B 3枚AM120 记忆两个AM-9X响尾蛇 记忆下还挂着一个先进瞄准前世红外吊舱 再加上一个IRST吊舱 可谓是武装到牙齿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作为近距离一个斗弹 FV-18一间上的AM-9响尾蛇空空导弹 重量很轻 但也有85.3公斤的重量 即使是在拳击比赛里 也算是重量级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它挂在FV-18上 挂架至少需要承受多少的重量 才能让它不至于在空中掉下去呢 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各位还记得 FV-18在设计时的一些技术细节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挂架要承受的重量 并不是85.3公斤 而是85.3乘以7.8 大约为665公斤 这是因为海军的FV-18 常见的战术过载限制为7.8G 在最坏的情况下 响尾蛇和机体连接的部分 就要承受到约7.8倍的拉力 因此航空相关的零部件 往往需要非常仔细的设计和严格的测试 才能被装载到飞机 尤其是战斗机上 安装的位置也需要特别考究 保证飞机在滚转时 武器发射架不会断裂脱落 不过最关键的问题 还不是如何将导弹固定在机翼下 而是如何让它既能固定住 又能确保它在需要的时候 按照我们的意愿稳定地发射出去 由于导弹的飞行特性 和飞机机体本身的生族特性是不一样的 这就可能造成在导弹的分离过程中 出现一些飞行员异调之外的事故 我们考察导弹刚刚分离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导弹的发动机在此时还没有推力 或者产生的推力很小 此时导弹的速度和飞机飞行的速度是相同的 考虑到它赶撞的外形 我们可以判断此时导弹产生的生力 并不总是能够维持导弹的稳定飞行 也就是说 从分离到发动机稳定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 导弹会有一段时速的时间 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现代战机普遍飞行速度较高 在机体的周围存在一个气流低压区 自由落体的弹药会被低压气流吸回飞机的方向 撞到飞机自己 在这个时候 导弹内部的控制结构 几乎无法控制导弹的速度矢量 也就是导弹的朝向 如果出现乱流 导弹的公角大幅度改变 一旦发动机点火 就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乱飞 正因如此 为飞机设计一个合适的结构 让它适时地飞出去是很重要的 而导弹的挂架设计 也是战斗机的设计的难题之一 机载导弹的挂架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弹射式 而另一种是导鬼式 弹射式挂架的基本工作原理 事先把导弹推出发射架 再让导弹点火 而导鬼式则事先点火 让导弹依靠自己的动力 脱离机体 但只有挂架是不行的 要把导弹挂在挂架上 还需要连接与分离机构的帮助 导弹的连接与分离机构 可以分为爆炸螺栓分离 弹簧弹射分离和气动弹射分离 在长期的采购和实践中 导弹挂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下面的这个表 是美国海军部分导弹挂架的型号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美军的技术手册 举例介绍他们的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看弹射式发射架 F-14上的LAU-92、LAU-93 以及FA-18上的LAU-116A F-15上的LAU-106等 都使用了这种方式 弹射式挂架的工作原理 是利用气体活塞或者液压装置 先将导弹弹射出去 再启动导弹的发动机 一般来说 重量比较大的中远程空空导弹 空箭导弹 空地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等 都采用这种发射方式 一方面是因为导弹重量大 发动机推力强 如果在飞机上点火发射 可能会影响飞机的姿态 另一方面 这也是为了避免导弹点火后产生的废弃 被飞机发动机吸入 导致停车 我们以LAU-116挂架为例 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过程 LAU-116由雷神公司开发 主要用于FA-18上 发射AM-7 麻雀和AM-120 LAU-116挂架里面有一套机械结构 配合弹体上的挂载环 能够将导弹和挂架紧紧地锁在一起 防止战机在大机动时 弹药意外甩脱 在地面上挂载导弹时 地形要将导弹上的插头 插到挂架上的旗带插孔中 以便将导弹接入机内的武器系统 通过这个旗带插孔和旗带电缆 导弹可以接收来自飞机总线的数据和指令 例如目标的雷达信息 开火指令等等 挂架的前后给有一个弹射角 弹射角的正上方是两个CCU45脉冲弹药桶 它们类似于一个超级大号的空包弹 在导弹挂架接收到发射指令后 由电脉冲引燃 弹药桶释放快速膨胀的高压气体 驱动活塞将导弹从挂架中弹射出来 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程序 导弹会在脱离机体一小段时间后 踩点火发动机并飞向目标 挂架的这一推 就把导弹推出了飞机周围的低下区 能够防止导弹被气流影响 撞上发射机本身 F-2的格斗弹挂架则比较特殊了 为了保证隐身性 F-2采用了内部弹舱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结构 让F-2的导弹到外面去发射 这就到了EDO公司的制造的 LAU-142A出厂的时候了 LAU-142A也被称为 阿姆拉姆垂直弹射发射器 在发射前 F-2需要先打开侧弹舱门 挂架上的野压机械臂 会先将导弹一个倾斜的姿态 伸出弹舱外准备发射 当收到在飞行中发射导弹的指令时 AV-1L系统会进行充电 一根高压氮气驱动的火灾 就会以每秒7米的速度 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 将导弹安全地通过气流边界层 从武器舱中弹射出去 AV-1L的弹射速度 最大限度地缩短了 武器舱门打开的时间 降低了F-117那种 打开弹舱被雷达抓到的风险 这种液压结构的优势 就是无需重新装填 脉冲弹药桶 对地形维护来说非常友好 但缺点自然就是重了 为了保证结构坚固可靠 这个AV-1L的重量达到了50多公斤 比LA-U-115整整重了一倍 不过对于F-2这种双发重转来说 这点重量也算不上什么 说完了弹射式挂架 我们再来看看导轨式挂架 我们以马文公司开发的LA-U-7为例 来看看这种导轨式挂架是怎么工作的 LA-U-7系列导弹发射器 最初设计用于携带AM-9响尾蛇导弹 根据公用商马文工程公司的说法 LA-U-7也可以进行改装和升级 以携带和发射尺寸 类似的响尾蛇的其他导弹 例如美国的AIM-132 阿斯拉姆 IR-IST等也能用来安装吊舱之类的 LA-U挂架有四个主要组件 分别是外壳 液氮除罐 机械结构和电源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它的外壳 LA-U-7的外壳由航空驴打造 保证其坚固的同时 其他所有的组件也都要安装在这个外壳上 接下来是外壳内部的组件 最大的当然是这个压缩氮气罐 其中储存有220个大气压的高压氮气 用于冷却响尾蛇导弹的红外引导头 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液氮屏 早期采用非冷却导引头的AM-9B 只能跟踪发动机排气的高温 还有太阳 总之跟踪效果并不好 还只能追在底机屁股后面发射 但后期型号的响尾蛇 加上了液氮冷却之后 引导头的灵敏度大幅度上升 总而使导弹能够在任何方向上 跟踪由于空气摩擦 而被加热的任何飞机 液氮处冠用一个裸口和机械组件相连 这个机械控制组件 也是控制导轨动作和导弹发射的关键部分 它让飞行员能够在飞行过程中 监控导弹的状况 控制导弹的制导系统 启动引导头和进入发射程序等 机械控制组件 也包括了从飞机总线接受信息的 几代电缆 飞行员投秒的信息 会通过这组线缆传送到格斗弹的处理器中 从而实现格斗弹和飞行员 看向同一个方向 与此同时 导引头的锁定信息 也会回传给飞机的控制端 除了回传信息以外 整个导弹发射时的机械操作 以及导弹在起飞和着陆时的安全装置 例如机爪 机爪锁 电磁阀和脉冲器等 也要由这个组件来控制 最后是电源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PP-2581A单箱电源 为挂载的电动结构提供电力 比较有趣的是 前面我们说到 LAU7上有一些机械的安全结构 可以在火箭发动机推力 没有达到最大时 防止小尾蛇导弹 调出导轨 这个力的大小 主要靠内部的一个弹簧来调节 不过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些弹簧的制造商搞错了型号 提供的弹簧弹力太大 直接导致在发射时 即使是用上了小尾蛇的全部推力 依然无法从导轨上挣脱 在机场有惊无险的空中事故 以及地勤大爷的连夜加班之后 所有的这些弹簧都被换掉了 最后我们来对这两种发射架 做一个比较 一般来说 重量比较大的 射程比较远的导弹 往往都使用弹射式挂架 而近距格斗导弹 则采用导轨式挂架 导弹直接在导轨上发射 可以节约在近距格斗中 宝贵的时间 由于空空导弹 和空地导弹型号越来越多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 如果每一种导弹 都采用专用的发射架 将大大增加 军械保证的工作的复杂性 因此可以详见的是 今后导弹发射架 将越来越强调 通用化和标准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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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射架